新北市新店一个大型建案 那么因为施工期间经常传出高空掉落物 砸毁车辆的意外 新北市劳工局就在下午时刻派人前往稽查 同时勒令暂时停工 我们立刻也把时间交给记者谢凯旋 各位观众什么叫从天而降 恐怕是住在这个新店这个巷子里的居民感受最深刻 因为他的爱车呢已经好几次都被这个从天而降的钢筋铁条啊 或者是一些这个铁制的建筑物的工具呢 全部都被砸烂了 可以看到挡风玻璃呢也都被砸碎了 而上头呢还布满了相当多的这个树枝 而这个砸车的元凶呢 就是隔壁工地的这个从高楼层掉下来的钢筋铁条 而这个高楼层掉下来重力加速度呢 让他的爱车呢遭殃了 而这个甚至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这一排的居民呢车子全部都被砸过 而元凶呢居然就是这个工地的铁条 看到车主脸都绿了 而他们已经表示呢 这个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 我们来听听稍早居民访问 那边那边已经都五六次了 对啊 那对啊 怎么办啊 这我们也没办法啊 所以这是必须跟县府抗议啊 停工啊 停工他还是照做啊 而看到爱车的惨状呢 车主呢真的是相当的心疼哦 甚至呢还曾经有掉下来大型的这个石块水泥快过 让他们呢是相当的害怕 因为呢这些钢筋铁条今天砸的是车子 要是哪一天砸到的是人出了 人密出了意外 那又该怎么办呢 虽然现在呢这个包商呢是已经在这个 在他们施工的这个侧边呢 已经装了所谓的安全的护廊哦 来防止一些钢筋铁条掉下来 但是呢这个居民表示还是难保哪一天不会出事情 那到时候谁又要来负责 以上是现场为您角龙大的情形 镜头在环棚内